那這個是方法1 算年齡的方法 那方法2的話呢 這個我們可以用dative dative特別注意喔 dative比較麻煩一點就是說 那個dative函數 我們用方法2 這個是year-year應該沒問題啦 year-year 那記得要把F2的2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因為主要是鎖住它 不然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增變F3 F4 就跑掉了 那如果說你要用算精確的話 在control shift向下這個換另外的方法 如果你要精確年齡的話 插入函數裡面特別注意喔 dative在這裡面沒有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這個函數是以前Lotus的函數 它只是相容於 前一版的啦 因為以前dose環境是用Lotus 再到Windows才是Excel 然後Lotus已經被Excel幹掉了 所以已經 現在好像還有 可是 不知道還有沒有 一段時間已經沒有 沒有 好 那這個因為是Lotus的專利 所以它沒有辦法把那個 函數 直接加到清單 但是呢 可以用打的 所以 特別是喔 Dative很好用 非常好用 但是 只能用打的 不能用剛剛的方法 怎麼打 一樣喔 等於 Dative Date 加Dif 錢瓜糊 它需要三個參數 可是還是要自己打 它沒有辦法像 之前那麼方便 第一個是 前面的日期 前面日期是什麼 它的生日 逗點 後面日期 指的是 F2 然後在2先鎖起來 等下要向下填滿 第三個參數是什麼 你要比較什麼 比那個 年 所以打一個Y 記得 這個Y前後要加雙引號 因為它要給它的是一個字串 OK喔 所以 後瓜糊一下 打完之後打勾或Enter都可以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感覺好像跟剛剛一樣 其實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 6月9號 那這個228出生的 如果把它改成6月28 假設要生日是6月28 6月28生日還沒到 Enter會怎麼樣 89歲 意思就是說 Dative 他會去 判斷 他的生日 有沒有到 好